好标定和好时机哪个更重要 视频开始之前呢 我们先来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代币 如果它有80%的确定性 让你能拿到5倍的收益 和有50%的确定性 让你能拿到10倍的回报 到底该选择哪一个 大家可以想一想啊 可以把你的答案写到评论区 那如果我们算一个数学账的话 很简单 比如说0.8乘以5 对吧 它是4 4的一个绝对值 0.5乘以10 它是5的一个绝对值 那如果单看这样计算的话 你会发现 那好像拿50%10倍的回报 这个选择会优以85%的一个回报 但是事实或者说真相 真的是这样子的吗 以及说我们到底 还有没有哪些东西 我们没有去考虑进去 OK这个呢 晚一点我们再来去 接着这一个把这个数学题 给大家解出来 给大家算出来 以及会给大家举几个 具体的代币的例子 那现在呢 我们先开始说一下 为什么会分享今天的一个视频 这个是我自己最近最大的一个收获和感悟吧 我觉得价值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大家这期视频要反复的观看 可以点个赞 点个关注 如果看过我的视频觉得OK的话 比较建议之前的视频也可以看一看 如果你想要追踪第一时间的更新 一定要记得点关注 打开小铃铛 事情的缘由是这样子的 我其实不是一直有冲突狗嘛 我买了这个臭美狗啊 叫Sephy 然后呢 我买了一万刀左右 这边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买了一万刀 一直没有卖 然后在哪 我们看一看 买了一万零三百零四刀嘛 我当时写的是计划2.7万卖 这里的2.7万是怎么来的 给大家去演示一下 这个Sephy 我们找一找这个代币 因为相当于我是根据他的这个K线 然后呢 来去做一个意气的一个规划嘛 因为我之前卖的话 经常没太有追求原则 然后呢 比如说这个价格 现在是0.01019对不对 最下面这根线的话 是他的一个支撑位嘛 然后上面这个呢 是他的一个主力位 所以我当时的想法是说 比如说现在这 然后呢 他跑到他的一个主力位 还有172%嘛 相当于 那我就用现在的一个价格 对吧 现在差不多刚好一万 乘了2.7 是不是算下就是2.7万每刀嘛 所以我当时他 其实有涨到什么 有涨到一万七千刀 如果当时大概是前天啊 我卖了的话 差不多就赚七千刀 但是我没有卖啊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曲线 他当时应该是涨到这啊 因为他是经历了这一波嘛 然后我没卖 能看他又跌到这 对不对 那我当时为什么没卖 因为我是想指望着他涨到这 OK 然后呢 今天又跌回1.1万刀 这是昨天看的1.1万刀 现在还要更低一些 现在是1万刀嘛 差不多 现在是赚了一丢丢 对吧 还亏了100刀 还亏了100刀 OK 然后呢 我其实就会让我再思考 让我思考 到底我要不要遵守 刚好到这个2.7万刀在卖 还是1万7千刀在卖 我就记这个问题啊 我开始思考好标的和好时机 哪个更重要嘛 然后呢 目前呢 我看到许多代币有黄金坑位啊 有黄金坑位 但是呢 我的这个金额是有限的嘛 每个人都不可能有无限的子弹 我就在想 我要不要把多个卖出 然后置换资源 来买新的黄金坑位的代币 多个呢 我昨晚上 这个图是我昨晚上截的 昨天呢 我差不多就涨了70%到80%吧 然后呢 赚了8万多刀 其实到今天的话 应该赚了11万刀嘛 上午的时候一度涨到这个 0.0073几好像 OK 现在回落一点 但是都比昨天高嘛 你看6969 我们能看到昨天是6094 对不对 所以我就在想 我到底要不要卖一点出来 很可惜 昨晚上我卖了1万刀 差不多卖了1万刀 然后我去补这个APU嘛 补了这个APU 所以我就在思考 到底要不要去置换一下 因为确实是 本金是有限的嘛 你看 现在黄金坑位特别多 比如说 我们随便看一下这个mini 对吧 包括这个CIF 其实在现在的价格 其实也是可以入一些的 michi啊 这些 尤其是这个APU 它跌的还是蛮多的 然后呢 PP那么火 它作为这个青蛙当中的 这个热门新贵 我自己是比较看好的 对吧 我之前买的价格有点高 我想把这个持商产品 降低一些 你看它 跌了13%嘛 这个近24小时 近24小时 对吧 你看它现在在这个位置 所以我就想去补一些嘛 然后呢 我就又又没有太多的这个本金 所以我就在想 把盈利的卖出一部分 OK 但是呢 我昨天想来想起呢 没有说全卖啊 这个 卖了1万刀 但是我今天上午想想 其实不应该卖 那为什么会这么纠结呢 就是说 往好处说啊 这叫什么 这叫资源配置最大化 对不对 哎 你看我这个A代币 我之前买在了这个价值的 这个挖地 是吧 所以让我翻了一倍 然后呢 呃 这个它在往上走呢 它相对而言 因为这个 基数越大 对吧 市值越大 它翻倍的难度越高嘛 比如说像比特币 对吧 你说再翻个五倍 十倍 那比如说在这一轮 它可能性就很低嘛 那往坏处说呢 这叫什么 这叫 想用有限的资金 去撬动 无穷的倍数啊 我觉得 其实我内心就想滚仓吧 对不对 我就设想 哎 多几让我翻 你假使一种情况 比如说多几 我是买了11万刀 它变成22万刀 我翻了一倍 对吧 我就全部卖掉 我把这22万刀 可能在这个APU 50%回撤的这个节点 因为每个代币 它的这个高点和低点 它是抽位的嘛 它不是所有代币 都是同时高 同时低 对吧 那我就可以相当于 其实本质上是通过置换 去做这个套利嘛 那如果我在这个多几上 赚了一倍 变成22万刀 对吧 一开始是 先按10万刀算 10万刀买入 然后赚 就变成20万刀 然后20万刀 又买入APU 然后再翻一个 一倍 是不是就40万刀 是吧 40万刀之后 我再看看有没有其他 我看好的代币 40万刀买进去 对吧 然后又变成80万刀 那真的是很爽啊 其实说 所以我说 从坏处想 我就是想用有限的资金 去敲动这个 无穷的倍数嘛 然后去做滚仓 就想把它衔接上 这个思路呢 本账是没问题的 但是坦白讲呢 它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我会觉得 它会比较理想化 对不对 会比较理想化 以及比如说 我把这个卖掉 然后再买它 OK 前期是可以的 但是当我从20万轨 到40万美刀 40万再买 80万美刀 当你买这么大的金额的时候 其实你说 短期内 对吧 一个月内能够让你翻倍的 这种标的 它不多的 那你说PP 它能承载 40万美刀 100万美刀 帽子哥也可以承载 但是比如说我比较看好的 因为你想在一周两周 或者一个月内 有个比如说 70%一倍的涨幅 它必然偏向于 这个低市值 它必然偏向于 这个链上 会概率和机会更大一些 比如说这个SC 对吧 这个Mitch 它是有这个可能 但是呢 你说SC和Mitch 你让我买40万刀 50万刀 我就会觉得风险会比较大 对吧 当你从40万刀 滚到80万刀 那你更不敢买了 你必然就会想起 买PP啊 帽子哥 这种上了币安的 秘密代币 因为上币安 它的流动性 基本面很大嘛 没上币安的时候 对吧 这些好的 也就两三亿 四五亿的一个市值 你说买个这个 几千万市值的 你敢买45万刀吗 你不就变成 那个装器接盘了吗 对吧 接盘的装 是 OK 所以说我会觉得 这个逻辑呢 会有点难以实现 当然了 比如说在5万刀 10万刀 这个时候去换仓 如果你真的很看好 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 在这个点上 又会去纠结 如果这个堕吉 对吧 你确实短期内 比如说你把它卖一辆 你去买APP 由于让你翻了一个倍 但它就会存在 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 如果你不卖的情况下 那你其实 你就去思考这个堕吉 对吧 它未来的增长 预期是有多少倍 它最浮温的容易 它现在的市值 涨到这个维度 可能变到6亿到7亿 如果它一旦上币安 那它可能在整个这个牛市 它涨到100亿市值 或者50亿市值 它不过分嘛 如果涨到70亿市值的话 你是不是还能翻10倍 我已经翻了两倍 再翻10倍 是不是就要20倍 你就拿到20倍代币 关键是它简单 你就拿着就行了 但是呢 我把它卖掉 对吧 换其他的 换完之后 再去买其他的 那确定性就会低嘛 但好处呢 比如说我这20万先卖掉 在这边就变成40万 我以后是40万的两倍 对吧 变成80万 80万的两倍 那这边的话 多少几的话 我的这个20倍 它是记忆 我一开始的买的那10万每刀 11万每刀的20倍或者10倍嘛 它区别在一次 所以这个问题 其实真的还蛮让人纠结的 那你在思考 到底是好标的更重要 还是好时机更重要嘛 所以好标的呢 比如说PP 对吧 它现在7亿市值 70亿市值 然后我去买入 差不多是60到70亿 这个期间去波动嘛 我去买入 我会觉得长眼来讲 拿到这个牛市 它有80%的这个概率 或者说确定性 能拿5倍 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好标的 它现在呢 你说是一个好的买入时机吗 我觉得可能不太算 对吧 因为就在过去一个月 它又翻了一个 翻了一倍嘛 你本来可以拿10倍 你下次就只拿了5倍嘛 所以它的好时机没那么好嘛 但它依然是个好标的 对吧 所谓的好时机呢 就比如说像这个APU 对吧 它当下的一个这个价值挖地 或者说我们讲的这个SCMITI 对吧 它就是一个好好时机 所以一般人员就是你很难说 什么什么样情况下能赚大钱 在我看来其实就很简单 就是这个好标的加好时机嘛 对不对 那往往很多时候我们会遇到什么 就是我们找到这个好标的 但是时机没那么好嘛 时机一般 或者说找到这个好好时机 对吧 但是标的一般 这个真是币圈的这个一大烦恼啊 是吧 大家大部分人是后两者 那你就想一个十倍标的啊 然后呢需要一年的周期 对吧 一年的一年半 vs就是一个 一个月或者一周的周期 一倍的标的 到底该怎么选 这不就是刚才讲的那个逻辑吗 到底哪个是我们的这个 利润最大化 坦白讲的就是对于这个 不是特别 牛逼的这个超盘手 对吧 这个在币圈的这个认知经验体感 非认知型技能没那么强 k线的技术没那么强的人 那肯定是前者呢会更稳妥 那如果你真的是很牛的一个超盘手 那后者的话 他这个滚血球效应会给牛逼 因为我刚才讲了 他每次的两倍啊 其实本账是你 你的这个本金会越来越多嘛 你从十万到二十万 二十万到四十万 四十万到八十万 八十万到一百六十万 一百六十万的两倍 给你一开始的十万的十倍 你想想对吧 他的差距会很大 所以说短线啊 我们讲这个就是你 你去把他去做这个卖出 去做配置 他会让我们的资金的势能放大 但是呢 确实这个确定性或者持续性啊 有很多的变量 那好标的加好时期如何权衡 对不对 如何权衡 真的还慢让人纠结 刚好昨天呢 我也看到一个推特帖子 他是这么说的 就是说啊 如果看好拿住等出卖 等到卖出就行了 中间做一个波段 即使做对了 也会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时候重新上车 你能否有跟之前一样 甚至更大的常委 如果做错了 可能就上不去车了 对吧 有如此判断的人 大概率不会去做波段 做波段的人 他并没有长期看好的判断 哎 我觉得就是大家 其实你看很多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那这个我想补充一点啊 就啊 这个事情啊 在链上我确实还会纠结 因为链上确实会有一周一个月 有个一倍的这样的一个涨幅 如果你让我去交易所做波段 那我觉得我就很傻逼 我绝对不会 比如说批批对吧 我在交易所吃个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 把它卖掉 我差 然后呢 会指望的后面以同样的价格 补上同样的仓位 那我觉得不太容易实现了 因为逻辑很简单呀 就是我把比如说 我现在把多吉卖出 我卖出肯定这个钱不是放着的呀 我肯定是拿来买其他的嘛 万一买其他的对吧 他买了之后他被套 然后呢 多吉他又回到了之前的这个低点 那时候不确定 你还能不能再给他补上 对不对 比如说我现在卖了这个 19万刀 你到时候你想补的时候 你发现你可能并没有19万刀的 这个本金 那你就会错过呀 所以他就会存在非常大的一个不确定性 而且如果你卖出 你就在链 在交易所做波段的话 你就相当于 这个拿了芝麻丢了西瓜嘛 但是在链上的话不好说 比如说我卖 卖出我在链上买这个SC 买米奇 对吧 买CF 可能这边又让我翻一倍之后 哎 刚好这个多吉 对吧 我卖出的时候是0.0609 后面又给我跌到 又跌到比如说0.04 0.05 那你买入不是一来RG就赚了吗 哎 但我觉得我的能力没那么强 所以我昨天的偏向偏好 其实我就卖了1万刀去买这个APU 画单 但我没有全部卖 然后呢 想完这个道理啊 然后呢 去系统的总结完之后 我会觉得 接下来多吉我就不卖了 因为他我还是比较看好上交易所 上交易所的话 他应该还有个10倍的空间 对吧 搞不准就能够 我之前一开始买了11万刀 在整个大牛市结束之后 他可能就能让我变成什么 100万刀啊 不是200万刀 现在是19万刀嘛 上午跑到20多万刀 200多万刀 哎呀 那我整体拿个20倍 多少呀 OK 那很多小伙伴会可能会好奇 这个多吉去哪里买 这边跟大家说一下 目前呢 是在这个GitIO上面有上线嘛 我一开始0.0036的时候 就是用这个GitIO去买的 然后呢 大家可以在我每个视频的剪接 看到这个邀请码和推荐码 或者有注注 有这个注册链接 然后大家用这个链接去注册的话 以后你交易的时候呢 就有15%的交易手续费的一个反点 省到就是赚到啊 然后呢 如果大家想要注册 必然去买PP之内的 也可以用我的这个推荐码和注册链接 你直接注册的话 相当于你每一笔交易费 你都得给这个平台 如果用这个的话 它就是会反一些给你 还是比较爽的 而且呢 是这个永久反线嘛 反这个拥啊 OK 这个跟大家说一下 然后大家是怎么看的 那我这边再给你们去做一个总结 就是我悟出了一个到尾啊 可能大家听上来会觉得这段话有点废话 但是它是一个基本的常识 很多人做不到 所以我就在思考啊 其实大家真正就是说想要在币圈啊 因为我上午写了一个推特帖子 其实这个推特帖子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大家看一看 就对于大部分人而言 至少对于我啊 包括我们社群付费社群的成员来讲 我问过大家 其实他们整个的预期 就是整体啊 仓位的收益 如果有个三倍到五倍 大家就满足了 有一倍呢 确实会觉得少一些 你都进到加密货币了嘛 如果只是想拿一倍的话 你买比特币不就OK了嘛 对不对 这边呢 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想要进我们付费社群呢 可以在我的视频的这个主页 能够看到联系方式啊 目前的价格比较便宜 是299刀 然后呢 注意是一年 很多社群可能它是299一个季度 我这边是一年 OK 那能够得到我这个投资千万的 这个投资的这个经验 然后呢 我每天花三四个小时的这种 实习的这种深度的学习的 一些认知的分享 以及我们社群呢 有很多的大牛 对吧 有这个对价值币的投研比较厉害的 有对股空头比较厉害的 有玩合约比较有经验的 但合约的话 看个人 我自己是不玩 我也不是很建议 那我自己呢 是对整个的投资心态 然后呢 对这个选标的的能力 对IP的理解是比较强的 比如说我在这个买图口的过程当中 对吧 我花很多时间 我能够看懂这个所谓的狗系列 猫系列 然后呢 这个猫系列当中 用哪些是头部的 对吧 包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啊 等等很多东西 就我自己呢 是偏向于这个认知维度 和标的维度 啊 是比较擅长的 因为我之前自己 是做这个外部创业的 我们就孵化很多IP 本质上秘密代币呢 它其实就是IP 你要懂它的列变的属性 你要懂它这个形象 对吧 能不能让用户啊 不占用它的这个认知贷款 然后一下子就能够有识别度啊 能产生这个第一联想力 对不对啊 这样的话你去买入的情况下 你才能够吃到比如说10倍20倍 甚至更高的一个回报 OK 这个是我们社群的一些价值 因为视频的分享呢 一个是有之后性啊 另外一个呢 就是你不太可能把啊 这个信息全部同步过来 因为有些信息是比较私密的 以及它是一个其实性嘛 在B钱 我觉得时间窗口还是比较重要的 尤其是在链上买一些 还没有上交易所的这个 迷迷代币 对吧 或者说图狗 OK 然后的话 大家最容易去犯的一个问题啊 这边还没讲完 就是说 整体来有个三倍到五倍 其实已经非常OK了啊 其实所以啊 我们在B钱啊 当我们想明白 我们自己的一个预期和目的目标之后 事情会变得很简单 既然你整体有个三倍 你就满足 那你就去思考啊 你所有的问题就变成了一个问题 就我如何去找到有80%确定性 5倍回报的标的不就够了吗 对吧 你就沿着这个思路去找嘛 比如说多个是不是 PP是不是 帽子狗是不是 等等对吧 那然后呢 再讲一讲大家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啊 包括我自己之前是就千万不要把一个适合做短期的标的拿来做长期啊 这就回到刚才讲的这个赛夫啊 视频开始讲的赛夫 因为他有很长期的一个看好 比如说他那上交易所有十倍二十倍 我不确定啊啊没有80%的确定性 所以对这种代币应该就是他适合做短线 那做短线那做短线的话你不要做长吃短线的话你多吃几次比你一次想要吃个一倍 对吧 你多吃你吃三次的30%比吃一倍的百分之一百会更重要更好 你看我这不就是占用时间吗 如果那天一万七千元刀卖掉 对吧今天跌我在今天补他就会比较爽啊比较爽 所以千万不要把一个适合做短期的标的拿来做长期 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千万不要把一个适合做长期的标的拿来做短线 比如说PP你看很傻逼的我之前妈的我之前买PP的时候是接近一半的价格 甚至还要更低 然后呢我考因为百分之十五百分之二十的这个利润 我他妈就卖了卖了之后现在补你看这个代价多高呀 对吧本来的妈这个牛是能吃十倍的 现在买的话只能吃五倍 最关键是涨上海人的这个心理我靠真的很变态 你懂吗他就他就舍不得买他觉得高了 所以我在上一期视频给大家分享 我们核心第一要也要关注这个市值 别关注这个价格 关注价格你就特别容易踏空 你总觉得说他还会能跌能跌 实际情况大部分情况下他确实能跌 但他跌不到之前的低位 就是说他的下限会变得越来越高 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人的心态 真的是我靠得了便宜还卖乖 他但他现在比如说长得很猛 就说哎呀你跌一下吧 跌了我就买好 他真跌了跌完之后你觉得我靠肯定还会跌 对吧肯定还会跌 所以说再等就不买 整安整齐我靠 本来人赚十倍 后面还有五倍 但你没买最终变成了踏空零倍 这个是大部分人的必迁惨状 必迁惨状 我觉得真的是血液交信 兄弟们 对吧 这两个点我靠 有完美踩到的请在评论期 抠个一 我们真是同道中人 反正第一点我踩 我踩了 对吧 妈的应该做短期 我拿来做长期 我这不是傻逼吗 第二点应该做长期呢 我拿来做短期 这不是妈的傻逼乘以二吗 是不是 你们是不是 想想都是味对吧 所以问题叫大到之间 我找到一个代币 有80%确定性会有5倍的一个回报 所以这期视频 我跟你们讲真的是大到之间价值太高了 你们要好好的点个赞点个收场 对吧 因为从这一点来讲 你推演一切问题就会变得非常的简单 比如说WFPPBOM多个对吧 他都能够承载5到10万刀 别说10万刀 100万到500万刀都是可以的 说实话 这样的大标的 对吧 大市值60亿的市值 你觉得不能承载吗 而且哪周期的话 都有5倍到10倍的这个义气 你即使当下买一点 当下高一些 对吧 买一些 你也值得买 但是呢 赛福这样的代币 就适合持50%到100%的一个波段 当然了 还有部分代币呢 它是借于两者期间 这两者呢 大家都发现了 像这个帽子狗 皮皮BOM 那他上了必安嘛 上必安跟不上必安 是一个分水率 下面呢 是没上必安 那但是还有一些 比如说像这个舵脊 对吧 这个舵脊 它的特殊性在 也就是 它还没上必安 但它上必安的概念 还是蛮高的 因为它是符文的荣医嘛 对吧 符文作为一个板块 我觉得荣医都不上的话 它也还叫什么板块 但比如说这个APU 对吧 我特别看好 但是我说实话 我不确定 它能不能上必安 上必安的话 我就会有10倍 20倍的回报 那重场就很爽 外外 不上必安的话 可能两三倍 SC Mitch POPCAT 也一样 对吧 但你看 我为什么看好多个 它更容易上必安 是因为它背后是一个板块 它是一种象征 对吧 但你说这个POPCAT 它的市值 它的热度 也很高 但是它 你懂吗 就不太能够确定 为什么是POPCAT 不是SC呢 为什么是SC 不是Mitch 呢 就它有这三个同品的 同行的 对吧 同类的 在跟它竞争 但多个的话 现在符文的这个大家 可能共识已经建立 它就是农业 它就没太有竞争 这个青蛙 对吧 APU的话 已经有PP了 已经有BOM了 你说少一个 好像也没有什么 对吧 PP已经上了 你说多一个 好像也可以 所以它的这个概率 也不是多几 所以说 对于这几个 它目前而言 也是更适合做短线 但是短线当中 像APU SC POPCAT 你在保留部分的金额 对吧 我说部分长矢 就比较好的 那再对于这种 图口当中的第二题 对吧 我刚才讲这些都是第一题 对第二题 对的像什么SIF 臭美狗 这个企鹅 DJCAT 对吧 这个贼猫 悲伤的小仓鼠 哈米 迷你 这些呢 基本上就是做短线了 你就别想着做长线 如果它哪一天 牛逼 它一路高歌 对吧 上到必然 你到时候再买 还是有空间的 所以说这些东西 你去做短线 其实没什么问题 你也不要 不要担心 会错过 会没有机会 对吧 你短线的时候该吃 该赚赚 该喝喝 它哪一天上了必然 到时候你再买呗 就短线的钱 该赚赚 然后长线的钱 你还是能赚到 但如果它上不掉 上不到必然 你就吃短线了嘛 也够了 如果上了的话 你短线长线都吃了嘛 整体收益肯定是最大化的 OK 那问题就来了 我们来解答一下 一开始回答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 这个APU 对不对 它会让我有50%的概率 吃10倍 吃10倍 对吧 然后呢 我们讲这个PP 这个被子打抽 稍等一下 PP它会有80%的一个概率 吃5倍 对吧 到底哪个更应该去做决策和投资 因为你不能单单看0.8乘5 是小一 这个0.5乘10的 你应该要思考 就是PP 它会有这么几种可能 它是0.8 你看这个数学 这个底层逻辑非常的重要 我跟你讲 拳王应该是就我一个人 想明白这个问题 你们自己去感受 0.8乘5 它有可能是5倍 对吧 它也有可能是0.8乘1 我们都是按保守的 因为这个APU有可能20倍 PP有可能还有10倍 我们现在保守的 只是把计算逻辑告诉大家 它还有一种情况 因为我们在投资的时候 不能存在最理想的状况 就是思考 你要考虑到对吧 次理想的 或者说保守 或者说最差的一个状况 它所有的都是它的权种 所以说PP 还有可能是0.8乘4 对吧 还有可能是0.8乘以这个3 还有可能是什么 0.8乘以两倍 对吧 还有可能是0.8 乘以这个两倍 你就赚一倍嘛 对吧 赚一倍 就这样 你要把所有的加起来 才是它的权重 所以说是4加上4832加3.2 加上2.4对吧 加上1.6 这才是它的权重 大家明白了 然后呢 APU是什么 APU 或者说我们讲这个其他的这个代币 对吧 APU SCR之类的 它是0.5乘以10 它就是5 因为它还有种可能是什么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它会让你亏一半 对吧 你止水 或者说归零 大家明白吗 它会有归零给你吃一个归零糕 是不是啊 但是PP说实话 你可能最差的情况就是你不赚 你买了10万刀整个大牛市 对吧极端情况它它就是基本上就是说还是10万刀不赚 因为你想它作为新容易 如果这有牛市对吧 你现在的价格去买 它既然不赚就代表牛市没有了吗 牛市走吗 或者很平缓吗 对吧 那它整个明明板块当中的新容易 它都不行了 说实话那你买其他也不行 那不是它的问题 对吧 你买比特币也得亏啊 所以说但凡牛市还在 PP就不会归零 但你说APU说得准吗 APU但归零的可能性很低啊 但它你说跌个百分之零百分之五十 概率是比较大的 PP呢 你说实话你去买你从常理来讲 它基本上最差可能就是不让你赚钱 但让你亏钱的概率我觉得是比较低的 它才多少嘛 才61市值 OK所以说我们去算的话要综合考虑到所有的维度啊 所以它应该是0.3 这个是从收益的正向的角度来算 它这边加出来的绝对值 对吧 这边是七九差不多十几嘛 这边是五 那你看也这样一比较 你会知道我肯定是选择买批评嘛 按照这个情况 中场 但APU呢 你就拿来做一下短线嘛 或者说少量的来做长线会好一些 这个是记忆我对APU的判断 我判断下 我不太确定它能够上币安 不太确定 但如果舵机呢 它也不一样 多个啊 就是这个符文的容易 它也不太一样 它可能是70%的概率是10倍 PB是80%的概率是5倍 所以说对多个来讲 我就给了10万刀的一个预算嘛 而且我真的是要一直长达 等它有个比如说50亿100亿市值的时候 再看啊 再卖 OK 然后呢 你从这个风险的角度来讲 对不对 PB的风险是什么 PB的风险啊 它基本上就我觉得没有归零的风险 没有归零的风险 它毕竟在币安嘛 对吧 PB的归零 那其他的归零的币 那就大家都不要玩了 基本就是跌50%的风险都很低 都很低 对吧 它最差的情况 最差就是不赚嘛 对吧 买多少还剩多少 但APU呢 是不是 它就有什么 它可能就是亏30%的概率是多少 可能就比如说50% 亏这个50%的概率 对吧 也是50% 然后归零的概率 对吧 归零的概率会低一些 那你再算一个这种风险的一个比值嘛 风险的比值 你又发现它的是高的 它的是低的 对吧 收益的比值 它的是高的 它的是低的 从当下的角度来讲 那肯定是PB 那PB帽子狗啊 Forky啊 Bunk啊 Bomb啊 是一样的 但是呢 如果APU上个B安 那又不一样了 对吧 上个B安直接去买 还是有机会 那时候大家又放到同一个梯队来 去计算这笔账 OK 今天的视频呢 还是有点骚脑啊 尤其是最后的一个计算 你们一定要好好去误一误 让大家觉得 我的这个分享比较干货 比较接地气 比较真诚 比较专业啊 不像很多人跟你讲什么永转博主 是不是 那大家就是务必啊 务必啊 欢迎加入 大家直接在简介 看到我的联系方式 性价比真的是很高的 OK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